OK,继续,我们上一小节遇到一个比较怪异的问题,就是这块代码写的就是没有问题的,然后他访问的时候呢,就是没有Cookie和Reddit的产生,后来我排查了一下,也是看了好长时间,我之前以为是哪个地方的代码有问题,然后就各种对比各种查,跟很多同学遇到的现状是一样的,但现实情况是我对比完之后,感觉代码都没有问题,就是后来现实情况也证明代码没有问题,然后我又怎么试呢? 我又试着把这个Reddit Server给断开,断开之后再访问,也不会报错,那就证明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程序根本没有走Reddit那一层,我再重启一下,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走到这之后,当然没有报错,但他确实没有连Reddit,那我就怀疑一个问题,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用,所以他没有开始连,他没有必要去连,他没有必要去连Reddit,他也没有必要去把我会中传什么值,对吧? 所以说我就不管他,我就直接去用,用起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报错,我们就看下怎么用吧,先看看,到我们这个Rules文件夹里面,这个index.js,就是我们之前讲1.js的时候,大家记得不记得,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,讲1.js的东西,对吧? 这儿有一个JSON的目录,那我们可以代码文冲写一遍吧,先保存啊,这是最前代的代码,和你那应该是一样的,我们从这个地方配置了Session之后呢,其实用Session很简单的,就是现在我们假设它已经好了,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了,对吧? 我们可以开始用了,然后怎么去用呢? 很简单,通过ctx.session,我们就能获取到一个Session,所谓Session是什么呢? 就是我们这里的绘画,当然它不是这个绘画的集合啊, 比如说,你用户A进来之后,它获取的是用户A的绘画,用户B进来之后,获取的是用户B的绘画,它是个动态的,所以说我们通过ctx.session,就能获取到一个当前用户进入JSON,这个目录的动态的一个绘画,对吧? 好,那我们可以弄一个变量,来给它保存一下,它是用绘画的信息,它是一个对象啊,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,模拟情况下,它可能是空的,然后它里面可以增加很多信息,比如说,我们就想通过Session看一看,当前用户,这个页面的刷新数量, 就是这个请求的一个访问数量是多少,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,Session第二,View,查看数量吧,ViewNumber,如果是没有,就它第一次进来肯定没有吧,这个ViewNumber又不是没有出手挂过,那第一次进来没有的话,我们就给它直接复制成一个零就好了,对吧? 再往后呢,就直接去对这个Number给它加加,就是每次一访问这个路由,这个东西就给加一,好,既然是个人绘画的,对吧? 个人的绘画,那就是说,我如果启动两个用户的话,每个用户我们刷新不同的次数,绘画的这个数量应该是不一样的,对吧? 所以说我们这就转回一下,就说ViewNumber等于这个东西,我们看一下,我这样做完之后呢,我再去一转其中防卫,结果就好了,刚才我已经刷新了五次了,我再刷新,刷新,刷新,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已经九次了,刷新十次,这个地方可能看不清楚啊,但是它是十啊, 然后我们再去看,大家注意路由啊,路由是这个-Jason啊,我们再去看这个Session里面,也已经有了,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,这个微博.srd,这个东西,这个值已经有了,这是加密的值,然后这个值和我们,就是前缀呢,就是微博.srd,对吧? 好,然后我们可以再开一个隐身的窗口,然后这个时候,我刚才已经刷新到第十一次了,然后刷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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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次啊,这是二次啊,然后这里面也有了, 这里面也有这个Cookie,就是有个微博.srd,等于什么东西,也已经有了,好,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release,看,有两个K,对吧,全是微博.session开图的,和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样的,好,这两个K呢,我们可以对比一下,大家看一下,之前的二次的这个微博.srd是多少呢,这么一个值,对吧,最后是一个chw,好,咱们看一下Session里面和这个值,Session里面这个值和Cookie里面这个值是对应上的, 我请问大家看一下,比如说,我们Cookie里面是有这么一个值,对吧,它的k是微博.srd,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值到sorrow端之后,sorrow端会拿到这个值去release帮我们请求数据,这就是当前用户的这个Session的值,跟我们这个模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,对吧,好,那我们就看一下,get获取一下这里面的值吧,大家看这里面的值,它其实把Cookie的值已经催进来了, 然后veal number是20,veal number20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显示的20,对吧,同理这个用户,它的srd的这个值和第二个k是对应好的,对吧,那我们就看一下这第二个k的值,它这里面是什么,它的veal number是10,对吧,是10,比如说和这个地方是对应好的,这Session嘛,就是每个用户都不一样,对吧,而且它是存在redis中的, 好,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哪个k的过期时间,通过TTL,我们看这个k的过期时间,OK,你看它是有过期时间的,对吧,它是有过期时间的,而且这个过期时间呢,就是cookie的过期时间,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,这个过期时间,它是秒为单位的,然后cookie的过期时间,秒为单位的大概是这个,这两个是差不多的,差了几秒,因为我们访问的时间会一样,所以差了几秒,大家看这个数量级上应该是一样的,比如说cookie过期时间,然后redis的k也有过期时间,过期时间到了之后,它就 自动给你清除了,首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Session的应用,Session的应用,比如说我们只能存到ViewNumber,如果我们登录之后呢,登录之后我们的Session里面就可以存用的内容,对吧,可以存用户名了,当然我们这没有登录,我们就用这个ViewNumber做一个测试,然后回到之前的这个问题,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,它这个Session盘数有一点,如果是你没有用的话,它就没有往redis去保存数据,也没有往kookie里面塞数据,当你真正用起来之后,它才会往redis保存数据,也就往kookie里面塞数据,这是一个比较 这种比较好用的一种方式,所以说Session在这儿呢,它仅仅就是规划的一个问题,就是用户信息存储的一个问题,然后我们可以借用这个事情来做登录,对吧,也不一定说我们非得用登录才能用Session,对吧,我们这儿显示一个访问数量,不也可以用Session吗,是不是,所以说我们可以借入这个方式去做登录,做登录就是说,比如说我们这儿访问这个Jason的时候,我们就判断,它输入的数据,用户名密码是不是正确,正确的我们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来判断,对吧,我们之前模拟过,如果正确呢,我们就在 Session里面加一个UserName,好,这就是已经登录了,对吧,每次访问的时候,就会访问这个Session.UserName,那如果一个用户没有登录,它怎么办呢,那它没有登录,Session.UserName,也没有值嘛,对吧,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这个CTF.Session.UserName,判断它有没有登录,对吧,这块呢,我们就在后面详细的去讲解,怎么去见证有没有登录,OK,那到这儿为止呢,我们这个Cookie Session,以及Core2去操作Session,都已经讲完,当然, 这块代码呢,也最终将成为我们实战代码的一部分了